嗨大家 今天的vlog是带大家探店的一支vlog 因为这两天余佳姐也在跟我聊说 她去看了皮肤科 然后那边的医生让她 就是做一下肠道的detox 主要就是说要戒掉 牛奶 面粉 还有一些致命物 然后当时我也就在 有跟余佳姐在聊 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替代品啊之类的 然后其实我之前也有研究过一些 这样就是没有面粉 没有面粉 没有糖的一些甜点之类的 然后今天刚好 我朋友来时候这边玩了嘛 我就邋遢来陪我一起探店了 在这条三家 就是在林导可以找到这种 比较健康的甜品店 咖啡厅和面包店这样 我先去第一家 第一家这边是我之前去过的一家 是这一家叫做Nick Fastery 它是把那个Milk的M改成了N 因为他们家的奶用的都是坚果奶 然后也没有面粉 用的是杏仁粉的 我们今天选的是这两款 这个Icebox 还有还有这个绿色的这个青团的蛋糕 青汁的蛋糕 这款绿色的是国内青团里面用的那个汁和粉做的 它里面那种青团的那种很清香的味道 我很喜欢 然后也算是有一些粗纤维吧 所以是人气还蛮高的一款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然后第二款就是这个 我上次没有吃到的 这个叫Icebox 这个里面是有一种曲奇的感觉的 但是都是用杏仁粉做的 然后我有一次在Vlog里面吃过一次 韩国Icebox的 就是正统的那个蛋糕 那个真的是超级超级 里面的奶油和曲奇真的超肥 然后卡路里是你不敢相信的 所以很多韩国的阿克主都来他们家吃这个健康版的Icebox 应该也很好吃 然后点了一个坚果奶是混合坚果的 他们家有杏仁奶 无糖杏仁奶 甜的杏仁奶 还有这个是混合坚果的 有核桃腰果杏仁之类的 就都是这个算是素食主义者的一个蛋糕店吧 可以吃这个 熟味的好喝 就是纯坚果的 很香 我之前喝过这个 这个就是 它在里面那个甜味吃的那种枣 就是那个大枣 就是那种天然的甜味打的 没有外加厂的 就是能吃味色粉的感觉 或者是那个青团啊 清蒸那种清香的味道 这个应该是粉粉的 哇 哇 哇 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浓的可可味 它这个说是饼干 但是里面因为是 用丝尔本的感觉 它的口感不是饼干 对 就是有点酷酸蛋糕 它只是做成那个饼干的样子 它有点苦 苦和甜 就是香煎的 嗯 就不会那么腻 对 我很想喝喝那个苦的味道 这个就是更重一点的感觉 那个特别清了 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家 第二个家是哪个家 这个家叫Pan的这一家 然后这里家只有饼干的 没有面粉 没有准吃吃饱 那一家什么 还没有饼干的 没有饼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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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惨啊 本来我是在网上有看到这家店才过来的 它那个因此上是有画超级好看的 那个雪冰的那些图 然后环境也特别好 然后这边是一家只能外带的店 然后问他说 那个有雪冰的店只有在延南洞那边才有 大家如果想去吃那个雪冰的话 大概要去延南洞那边了 你点了一杯这个是叫抹茶的冰沙 就是抹豆乳的感觉 这个它我刚才上去上面写 是用燕麦奶 椰奶 然后豆腐和椰糖做的 嗯 超合 而且它那个有那个椰奶椰浆的那条超调的 可是好热 我们去哪里吃呢 我们去店店吃吗 我们两个有一点点的惨 然后来店店买个杯咖啡在这边试吃一下吧 那这个真的特别好喝 它这个抹茶味也挺浓的 是吧 它那个冰沙味道应该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把这个做成了冰的感觉 然后这个 这个上面也是有写说是没有面粉 没有糖 没有乳制品和没有鸡蛋的 他们在广告打的就是叫vegan的面包店 vegan的这个甜品店 然后我要一个这个是黑芝麻的豆腐蛋糕 然后这个是黑芝麻的豆腐蛋糕 它们这个处理的还挺好的 它们这个处理的还挺好的 就虽然用豆腐做的主原材料 但是没有那种豆腐的一味 它们家其实最有名的是蛋盘和冰沙 为什么没冰沙啊 对 因为只有盐南洞家店有 我刚才问他 我说我在East上面烫了有那种什么冰沙啊什么的 他说只有在盐南洞里面有唐氏的那家店才有 好可惜啊 对 就只有外带的这些 其实盐南洞离咱那边更近 我旁边就是盐南洞 孙孙旁边就是盐南洞 离盐区大学那边蛮近的 这个其实真的蛮好吃的 而且我吃完了 挺好吃的 他得差差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布朗尼 其实呢好多还挺想吃的 但是我们怕也没有地方吃 就选了几个最好拿的 这是冰的呢 他刚才说这个 如果你就是今天不是要立刻冻冰箱的 因为他这里面也没有面粉很多 还没有化 我吃了个辣不辣不辣 好好吃啊 这种小骨骨也有拿布朗尼是吗 嗯 他叫布朗尼 有那种布朗尼的口感 他真的是个口情话 嗯 这完全不用解决了 嗯 就是 我好想知道他有什么做的 嗯 我能吃吃椰子糖的味道 椰子奶的味道 椰子的味道 嗯 是啊 嗯 嗯 我这次最好吃了 而且你这皮肚也好吃呢 搞得改变名利了 嗯 吃了什么 他们这个的 产品怎么吃才会更好吃 像看到我们吃那个黑芝麻的豆腐蛋糕 建议放在微博楼里 转30秒钟再吃是最好吃的 然后蛋挞的话 就是当天吃或者直接吃就好 然后我们刚才吃的其他的这些产品 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可可油 所以说在这个市场会容易融化 所以才会有那种入口即化的口感 就是什么生草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容易化的 再试一下 就好了 我们今天其实一早就过来了 然后也就是在这边逛一逛嘛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逛一逛 再去拍拍照片什么的 然后最后再吃最后一家店 那我们等一下到最后一家店再见了 哈喽大家 现在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第三家面包店 然后因为刚才吃了两家都是甜的 实在有点腻了 不过这家刚好是个面包店 我们应该可以买些咸味的面包 就是这家 它的名字叫 就是外星的这个面包房的感觉 你先去看一下 看他们这边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对 因为他们家的面包都是用米做的 你要先吃哪个 这个 这个 这是芝士吗 这个是芝士 拿什么做的颜色 米 米 所以很香 超级软 我觉得它这里如果买回家的话 在里面加一些香肠 然后再加一些什么 有咸味的东西 应该会更好吃一点 这个算是蛋味的面包 第二个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吧 这个其实他们在经典团 上面写了一个嗓就是米的意思 这个也是一个他们家很经典的 很经典的圆祖面包 我觉得这家店的面包 很大 对对对 味道都超淡的 就是不甜 好可爱 它有个大的 有个小的 而且这小小的笑得好可爱 如果大家见过这个的话 在韩国的 人寺洞那边吧 一些传统的老街上都能看到这个样子的派 就是他们最传统的强力派 里面是有奶油的点 里面还有果酱 随着酱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刚才实在是吃不下了 就打包带走了 然后我们今天探的这三家店 有一家是算完全的甜品店 然后还有一家算是咖啡厅 然后还有一家是这个酸面包店吧 这样 都是在江南林荫道这边 然后也是算是一个 来首尔一定要来的一个景点吧 算是地标式的一个景点 如果大家来到了这边的话 可以去探一看 有没有兴趣去转一下这三家甜品店 那今天也算是我的第一次探店吧 如果大家对这种视频还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听到留言告诉我 还想看什么内容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看啦 拜拜 那我们就到下一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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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鬼耶 那我们就到下一家店 那我们就 哈哈 但是那就是不错 那就是不错 那就是不错 心是进化的 就是不错 还是不ammen molto到 我的天啊 这个谢谢 是的 Pine 我们 tweets 我刚录一下